搜索技术是普通人变强的唯一外挂 这个视频很长,肯定能帮到你 搜索技术强的人总是学得比别人快,做得比别人好 一切皆可搜索,你也可以 先做一些测试 面对以下需求,你首先想到的是去哪里搜索你想要的信息 比如说你想要查一下花锡子梅笔的配方成分,去哪里搜 你想要下载一份年终总结的PPT模板,去哪里搜 你想用苹果发布会的视频进行二创,怎么下载 你想要搜索并下载一份德勤的太空科技的研究报告,怎么下载 你想要研究一下日本某款新出的便携式电锯的性能参数,去哪里了解 你想要快速了解新加坡和日本这两个国家 他们的垃圾分类政策有什么一同,去哪里搜 你想要学习管理能力和领导力相关的高质量课程,去哪里找 你想要找一张Elon Musk的高清照片做封面,去哪里搜 你想要一段西湖的雪景高清视频素材,去哪里搜 你想要学一些ChatGPT的使用教程,去哪里搜 你已经毕业了,但是你还要搜一篇英文文献,你去哪里搜 你想知道ChatGPT的最新消息,应该去哪里看 你想要抠出一张照片中的人像,但是你又没有学过PS,怎么办 具体答案后面再揭晓,可以肯定的是,百度给不了你想要的答案 其实上面所有的搜索需求大致可以分为四个大类 这也是我们最常见的搜索的一些需求 第一类是信息资讯,收一些新闻大事件等等 第二类是知识技能,这个是工作学习必备的 比如说搜一些概念文章教程等等 第三类是素材文件,视频音频图片,还有一些文稿设计文档等等 这一些素材文件,第四类是工具软件 各种在线的工具,插件,还有一些软件等等都是 那影视剧娱乐相关的搜索需求我就不单列了 统一放在素材里面,因为这个视频主要讨论的是工作学习相关的搜索需求 其实等这个视频看完了,不管是电影电视剧这些搜索需求 你都是一件可以搞定的事情 具体去哪里搜,先按下博表 那在此之前,还有个关键的点需要交代清楚 就是你为什么要搜索这些东西 知道搜什么,为什么搜,才能更好的定位准确 去哪里搜,怎么搜 这个也是我这个视频的核心框架 为什么搜,就是你搜完之后要干什么 刚好,也有这么四类 第一类呢,你是为了知道一些东西 know something 比如说你就想知道中国在亚运会一共取得的多二门金牌 你就想知道Telesworth最新的男朋友是谁 这个是know something 第二类呢,是为了学习一些东西 learn something 比如说你就想学习视频剪辑教程 你就想学习结构化思维等等 第三类是为了创作一些东西 create something 比如说你要设计一个海报 你要创作一条视频 这都属于创作一些东西 第四类是单纯的为了完成一些特定的任务 do something 这一类需求就比较杂 比如说你要压缩橱片 你要转换格式 你要抠除背景 你要生成二维码 你要翻译等等 这些呢,需要去完成特定的任务 就是do something soul什么和为什么soul之间 它不是意义对应的关系 比如说你为了知道陕西信达罢赛这个事件 你搜了一些相关的信息资讯 关键词 陕西信达罢赛 但是里面提到的两个细节的概念 NBL和五罚一致 这两个概念 你又不知道什么意思 所以你就要再去搜一些相关的知识点 什么是NBL 和CBA是什么区别 有什么联系 五罚一致又是什么意思 这是你为了了解陕西信达罢赛这个事件 你需要搜索的内容 有信息资讯 其实也有知识点 同样的道理 你为了学习一项技能 你可能既要搜索一些知识技能 你还要搜索一些素材文件 甚至一些工具软件 比如说你为了学习ChatGPT 你要搜一些视频教程 你可能还要搜一些提效的浏览器的插件 学视频剪辑也是一样的 你要搜教程 你要搜素材 你还要搜一些素材的下载工具 所以为了单纯的learn something 就是学习一项技能 你可能要搜索很多东西 创作一些东西的时候也是这样 比如说你要做PPT 最简单的 你要搜知识点 你要搜图片素材 你还要搜一些提效的PPT插件 比如说iSlide 你再做一些其他的设计工作 更是如此 对于完成特定的任务 do something 我们直接搜索相关的工具软件就行了 那这个就是搜什么 和为什么搜之间的逻辑关系 知道了搜什么和为什么搜 我们才能更加准确的定位 去哪搜怎么搜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重点讲讲去哪搜 怎么搜 先说搜索信息资讯 这个讲究又快又准 举个例子 我们想搜一下抖音万粉创作者数量多少 微信搜一搜 搜狗搜索 百度谷歌 我们都来比较着看看 微信搜一搜 主要搜的是微信的公众号文章 还有视频号的视频 我们输入关键词 点击搜索 根据返回的结果 这里显示 截止到2022年6月 抖音万粉以上的创作者数量达到了320万 数据来源呢 也是巨量算术发布的2022巨量星图达人生态报告 这个数据呢 还是比较可信的 是比较官方的数据 再看搜狗搜索给出的结果 同样的关键词 它并没有给出具体的这个数据是多少 只是说了知识创作者数量突破了50万 其他的这个搜索结果 我翻了一下 也没有具体的结果 我们再看百度 百度也是一样的 同样的关键词 抖音万粉创作者数量 也没有给出相应的结果 只是给了一个知识创作者的数量 跟搜个搜索一样的 我们再看谷歌 同样的关键词 抖音万粉创作者数量 它在第一条就直接给出了答案 2022年 抖音万粉以上创作者数量达到了320万 注意看啊 它把这个答案320万 还做了高量突出显示 这个非常棒 而且也给出了这个具体的数据来源 是巨量算术 2022巨量星图达人生态报告 这个跟微信搜一搜那篇文章里面的数据来源是一样的 还是比较可信的 所以从这里你就可以发现 在搜索国内信息这件事情上 百度居然比不了谷歌 真的不想说什么 从搜索信息咨询的效率上来说 谷歌大于公众号 大于短视频 大于百度 公众号大于短视频 是因为很多视频博主 他做的内容啊 只管博眼球 不管准确度 比如说还是刚刚那个案例 搜索抖音万粉创作者数量 谷歌返回的结果 第二条就是抖音那条视频 我们点开看一下 我们注意看这个视频的标题 它就是2023年最新网红统计 你在哪个层级 我们点开视频 其实看一下这里面 它显示的数据 它说一万以上的创作者 有320万个 这个数据明明是2022年6月份的 它却说是2023年的最新统计 因为短视频创作的门槛非常低 但是里面很多信息的准确度呢 也是比较低的 那为什么短视频大于百度 因为最近十年 主要的内容生态 都沉淀在抖音和腾讯里面 百度百科和百度知道 那都是十年之前的事情 所以大部分情况下呢 我们打开微信搜一搜 基本上都能满足我们的需求 你可以搜一些公众号的文章 你也可以搜一些视频号的短视频 都可以 谷歌最强 这个是全球公认的 没什么好说的 因为谷歌它会尽可能的 直接给你最准确的答案 比如说我们搜索杭州亚运会 中国获得了多少枚金牌 它会直接给你答案 200零一枚 银牌铜牌也会给你 它甚至会把其他国家的 这个奖牌榜都会直接给你 同样的问题 我们切换到百度 它告诉我147枚 这肯定不对 然后往下翻 其他的链接里面 也没有给出准确的答案 这个就是百度和谷歌之间的差距 不是一点点 谷歌已经很强了 但是如果你还掌握了一些 基础的搜索语法 你搜索信息资讯会更快更准 第一个呢就是限定关键词 就是在我们的关键词左右两边 加上英文的双语号 举个例子啊 我们要搜索的是 一阳千玺 太阳的阳 喜欢的喜 不是明星的那个一阳千玺 但是返回的结果有3740万条 这个呢还主要都是明星的 那个四字弟弟的一阳千玺的资料 很少有你想要的一阳千玺 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 你不可能从这3740万条里面 去慢慢的翻找你想的结果 这个时候我们可以限定关键词 直接在一阳千玺左右两边 加上英文的双语号 再回车 你会发现 找到了只有874条结果 而且返回的都是一阳千玺 太阳的阳 喜欢的喜 这是你想要的结果 这个是限定关键词 能大幅提高你的搜索效率 有些时候 你要搜一些报告的数据 也是一样的 比如说你要搜国际移民 按照性别统计 你直接输入关键词 得到的结果太多了 234万条 你一个个找 不知道找到什么时候 但是如果你在关键词左右两边加入限定关键词的这个双语号 你会发现直接给你定位到世界移民报告里面 有一个国际移民按性别统计情况 你就可以直接定位 打开这个报告 然后Command加F 或者Ctrl加F 然后输入你刚刚这个关键词 就可以直接找到在这篇报告的图4 有一个2000年到2020年国际移民按性别统计情况 这个就能最快的帮你找到你想要的信息 这个就是限定关键词的搜索语法 搜索信息 效率贼快 然后是限定标题的搜索语法 InTitle 比如说我们搜索iPhone15摄像头静灰 那会出来很多结果 但是如果我们在前面输入InTitle 英文冒号 我们再回车 就会发现只找到了六条结果 这六条结果里面都有个共同点 就是它的标题里面都会出现 iPhone15摄像头静灰这几个关键词 iPhone15摄像头静灰 肯定是有这个关键词的 iPhone15摄像头静灰 摄像头静灰 iPhone15 iPhone15摄像头静灰 这个就是限定标题 保证标题里面一定包含你的这个关键词 这里提醒一下搜索语法呢 它是可以相互组合的 前面我们讲了限定关键词 加上英文的双引号 这里呢是InTitle 那如果说我们在InTitle的后面 再加上英文的双引号 限定这个关键词 我们看一下结果会怎么样 那这个时候就精准匹配了两条结果 iPhone15摄像头静灰 这就确保了标题里面必定包含你的关键词 iPhone15摄像头静灰 而且这几个关键词是限定的 必须完整的一起出现 所以就是iPhone15摄像头静灰 然后首批iPhone15摄像头静灰 这个就是限定标题 以及限定关键词双引号两个组合使用 如果你希望你的标题里面不止出现一个关键词 可能有两个三个 那这个时候你可以用AllInTitle的语法 AllInTitle英文冒号 然后李子柒回归 这是一个关键词 再来一个微念 中间加个空格 也就是说你要求返回的结果标题里面 出现两个关键词 一个是李子柒回归 还有一个是微念 我们回车看一下结果 好 那得到的结果一共89条 这里面标题都包含了 李子柒回归 微念 李子柒回归 微念 你看所有的标题都会出现你要求的关键词 这个就是AllInTitle 可以限定标题里面包含多个关键词 再比如AllInTitle英文冒号 吴燕尼 空格林宇威 空格亚运会 我们看得到的结果 亚运会有了 林宇威有了 吴燕尼有了 那所有的标题里面都会包含这三个关键词 那也会精准匹配到六条结果 如果你没有用AllInTitle的语法 你会发现返回的结果 71900条 那这个就是用搜索语法 能够极大的提高你搜寻信息资讯的这个效率 由InTitle 就会有InText 就是限定文章内容里面的关键词 比如说 我们InTitle Elon Musk限定关键词加个双引号 然后InText限定关键词 SpaceX StarshipUpdate 这个搜索语法的意思就是 要求我们搜索结果的标题里面 必须包含Elon Musk 完整出现 然后文章内容里面必须包含SpaceX StarshipUpdate 也是完整出现的 我们返回一下结果 注意看 这里一共得到了1430条结果 我们注意看下面的这个标题 你看标题里面必定包含Elon Musk 然后文章内容里面必定包含SpaceX StarshipUpdate 这个就是InText的语法 限定你文章内容里面的关键词 也能极大地提升你的搜索效率 用InText的这个语法去搜索 个人的一些相关信息 效率是非常高的 举个例子 我们InText的英文冒号 然后限定关键词是迟沉沉 然后空壳 又限定一个关键词是浙江大学 我们看一下会有什么结果 这里一共得到了9条结果 我们可以发现 这里有一条2013年环境科学硕士 研究生富士成绩的名单 这里有池晨晨 原来是重庆大学 环境工程专业的 考研的成绩在这里 后来2013年考到了这项大学 再往后看 你就会发现 池晨晨同学后来去了 温州市留学人员服务中心工作 这里有一个你录取的名单公示 这里公示了池晨晨 她的准考证号 她的招聘岗位 以及她的学历 还有她从哪个大学毕业的 这个就是我们前面搜到的这个池晨晨 后面还有一些信息呢 是关于池晨晨在浙大读研期间 发表过什么论文 以及有哪些专利 这里呢都给你搜出来 我们注意看第二条信息 2018年池晨晨同学 考上了温州市的公务员 那我们想知道她在温州市发展怎么样 我们可以把浙江大学这个关键词替换成温州市 再回车 这样一搜索之后呢 你就可以查到池晨晨同学在温州市当公务员 期间她的工作表现 那我们往下翻 我们注意看这一条 是关于温州市人设局对一些领导干部的任职通知 这里就有池晨晨的任职通知 我们可以点开看一下 这个下一篇是关于池晨晨的任职通知 我们点开看一下 这里我们就可以发现池晨晨同学升职了 升任温州市职业介绍服务中心副主任 如果我们还想看看她在温州市职业介绍服务中心做的怎么样 我们再把关键词温州市替换成温州市职业介绍 再回车 那这里返回的结果呢 就是池晨晨同学在温州市职业介绍中心 她的主要工作表现 这里有几点啊 一个呢是关于温州零工市场官方平台上线 这里有一些媒体对池晨晨的采访 然后这一条呢是关于温州市地方标准 家政服务溯源管理规范 这里说到池晨晨为主要持笔人 也就是说她在温州职业介绍服务中心做副主任期间 主要持笔起草了这一份地方的管理规范 这个也是她的主要政绩之一 好 那通过Intex的这个语法简单的搜索之后 我们就可以发现 池晨晨同学为温州的人力资源工作 贡献了自己的力量 这些呢都是公开的社会信息不涉及到个人隐私 所以Intex的语法用来搜索个人信息资料还是非常快的 下一个语法是inURL 就是限定你搜索结果的网址的关键词 比如说你想搜索央视新闻对李子柒的一些报道 你可以搜索关键词李子柒 然后空格inURL 英文冒号cctv 我们再来看一下结果 返回结果当中全部都是cctv对李子柒的采访报道 比如说你看这个我们搜索李子柒关键词 然后注意看上面的这个网址里面必定包含cctv 下面都一样都包含cctv 你还可以再加一个关键词intext英文冒号youtube 就是看看央视网对李子柒油管粉丝的报道 你可以再回车 比如说第一条youtube订阅量1410万 李子柒刷新吉尼斯世界纪录 这里的网址都包含cctv 然后网页内容里面必定包含youtube这个关键词 所有的搜索结果都一样 其实eurl这个语法和sit语法很像 sit语法是限定搜索结果的网站来源 也就是说你这条结果它会明确要求 你是从哪个网站出来的 比如说我们搜索林雨薇控格sit 英文冒号cctv.com 这个要求sit后面要必须跟上完整的域名 不能是仅仅cctv 你可能是某某.com 或者某某.net 或者某某.cn 这个必须是完整的域名 3w.k不输入 然后我们回这看一下 注意看 这里我们得到的结果 全是关于cctv.com央视网 关于林雨薇的报道 全部都是央视网的结果 这个就是sit语法 它会限定输出结果的网站 这个就要求你必须得知道一些常规网站的域名 比如说有个网站是专门发布研究报告的 199it.com 这个时候你可以利用这个语法 比如说你想了解母音 那你就输入母音 然后空格sit 英文冒号 199it.com 然后再回车 那返回的结果 全部是199it.com 这个网站 关于母音 这个主题的研究报告 小红书的 尼尔森的 等等快手的 这些研究报告 全都在这 你可以选择现在去看 这个就比你 直接百度 或者谷歌效果 要来的快 你想上知乎学习 搜索语法 那也可以啊 搜索语法 空格sit 知乎.com 返回的结果 全部是知乎 关于搜索语法 相关的文章 都总结好了 放在这 你想了解2024年 浙大的保研条件 那你直接输入 2024推荐免试 然后sit 冒号 zju.edu.cn 那这个是浙大的 这个教育网站的域名 你可以直接输入回车 得到的结果 浙江大学 关于2024年 接受外校推荐免试 研究生工作 安排的通知 这个就是你想要的结果 你想搜索 pexos.com 这个网站上 关于小猫的 一些高清图片 那你可以直接 关键词后面加入site 英文冒号pexos.com 那这里搜索的结果 注意看 下面全部是来源于 pexos.com 这个网站的 关于小猫的图片 你可以随便点击看一下 这个就是 关于小猫的高清图片 你可以随时下载 如果你把pexos 换成pexbay 那得到的结果 全部是pexbay 这个网站上 关于小猫的高清图片 再把它换成getingimages 也是一样的 那得到的结果 全是getingimages 上面关于小猫的图片 这个就是set语法 非常精准的定位 你的搜索结果 来自于哪个网站 说到搜索图片 还有一个厉害的语法 叫做image size 就是限定图片的尺寸大小 比如说我们搜索 elon musk image size 英文冒号2560×1440 这个乘号就是x 大写小写都可以 那我们得到的所有图片 都是2560×1440 我们注意看一下 2560×1440 2560×1440 2560×1440 全部都是关于elon musk的高清图片 这个尺寸再大一点也可以 我们换成3840×2160 你看得到的结果 3840×2160 更大更高清 再大一点 5760×3840 没问题 那这个时候出来的结果 全是5760×3840的图片 非常的高清 所以当你需要高清配图 而且需要限定尺寸的时候 你就用image size这个语法 非常高效 当你要搜索一些文档的时候 你还可以用file type这个语法 就是限定搜索结果的文件格式 可以是图片的格式 也可以是文档的格式 我们用的比较多的 就是pdf文档和png的图片 比如说你要搜一些研究报告 你可以直接在关键词后面 空格 然后file type 英文冒号pdf 那得到的结果全是pdf文档 比如说我们搜索大语言模型 空格 file type 英文冒号pdf 那返回的结果 全是关于大语言模型的研究报告 比如说第一个 上海东方财富证券投资有限公司 关于这个大语言模型的前世 今生和未来 你可以点开 直接就是pdf文档 还有下面 AI大语言模型的原理 眼镜及算力测算 charttp浪潮下 看中国大语言模型产业发展 这些咨询公司和证券公司的一些研究报告 是一个非常好的扫盲材料 当你需要了解某个行业的时候 可以通过这个方法 直接搜索相关关键词的研究报告 快速扫盲 非常有学习的价值 以后想了解某个行业 就先搜这个行业的研究报告 比如说想了解母音行业 你直接输入关键词 母音行业2023 Firetype英文冒号PDF 你就可以得到中国母音行业的研究报告 直接点进来 这就是PDF文档 你还可以直接点击右上角的下载按钮 直接下载保存 所以当你想要行业扫盲 或者了解最新的趋势 用Firetype语法 最快 Firetype语法 也可以限定图片的格式 当你想要一个特定格式的图片的时候 你只是输入关键词 然后回车 通过工具 这里类型的筛选 你是无法筛选具体的格式的 但是你在后面加上一个Firetype语法 限定PNG图片 我们注意看 这个时候筛选栏又多了一个选项 PNG文件 我们点击下来菜单 你会发现这里有很多种格式 JBG的GIF的BMP的SBGWeb 还有RAW格式的文件 这里都有 那这个时候点开 你注意看 这里全都是PNG的透明图片 这个就是Firetype语法限定图片的格式 好了 以上就是我们常用的一些基础的搜索语法 有双引号 有intitle allintitle intext inurl lsite image size file type 等等等等 那掌握这些语法 你搜索信息就能快人一步 另外直奔信息源头 能最大程度的保证信息资讯的准确性 一开始我们提到的案例当中 去哪里找花锡子的配方成分 源头在药监局 国家普通化妆品备案信息 这里有个网站 这里可以查询各种化妆品的备案信息 里面就是它的成分表 我们去哪看它的成分表呢 直接去花锡子的官网 可以找到这个核手屋 手屋美笔 我们往下翻 翻到下面有个包装盒 包装盒上面呢 有一个 它这里 注意看 这里有一个执行标准的编号 就是它的备案编号 这季装网备字 2023-012960 然后我们把这个备案编号输入到这个查询网站 点击查询 出来了 花锡子罗袋生花美笔 这是它的备案编号 然后这是备案的企业 备案日期 2023年6月6号 我们点击查看 这里是生产企业 然后这里是它的成分表 我们注意看 它叫手屋美笔 然后这里呢 就是这个美笔的成分配方表 按照我们国家化妆品法规网的标准呢 产品配方含量以质量百分比计 全部原料应当按照含量的递减顺序排列 也就是说这个配方表里面 所有的含量是按照递减顺序逐步排列的 我们看最后一个 核手屋 在它之前是什么呢 冰枪甲本 这是一个抗氧化剂 按照国家的标准 我查到了冰枪甲本 作为抗氧化剂 一个低毒的 有一定毒性的抗氧化剂 防腐剂 它的添加标准是百分之零点一五 也就是说 咱们这个花鞋子手屋的这个美笔 它的核手屋含量 是肯定低于百分之零点一五的 因为定枪甲本最高上限 只能添加百分之零点一五 那百分之零点一五的含量 那这个东西 它居然叫手屋美笔 宣传它的功效 那到底有没有效果 我们通过这么一查 我们心里就有数了 下次你再看到一些美妆博主 直播带货的时候 吹捧一些产品的功效 你搜一下 你就知道它说的话可不可信 前面还有个案例是 你要研究日本新出的一款 便携手具的性能参数 那这个去哪找呢 你想象一下 哪里会出现一个产品的 详细功能参数的介绍 电商网站的详情页 国内京东淘宝也是一样的 那我们直接去搜 日本主要用的电商网站 是亚马逊和乐天 我们也可以去这两个网站上去找 比如说乐天网上面有关这个电动手具 它的详细参数 那具体的性能呢 这里都写得非常清楚 这个呢 是了解一个产品性能最快的方法 直接去电商网站上面去详情页里面去找 国内京东淘宝天猫也都一样 还有你想知道ChatGP的最新消息 去哪里看 当然直奔源头的话 我们直接去X关注OpenEd官方账号 然后就可以看到他们最近有哪些大的动作 这里呢就能一不两然 同样的道理 你也可以去YouTube 关注特斯拉的官方油管频道 这里呢 有关它的最新动态 关于特斯拉机器人 特斯拉汽车等等 这些消息这里都有 这个是最准的 也是最一手的信息 所以判断信息准确度 要看信息源 要看出处 越是一手源头的信息 越准确可信 张口就来 或者说传了18手的信息 一般不可信 综上 选择效率更高的搜索渠道 同时你还掌握了最牛渠道 谷歌的基础搜索语法 另外你也知道去源头搜寻一手信息 这个时候你获取信息的能力 已经大幅提升 远超职场的平均水平 要知道 在智商差不多的情况下 学习差距等于信息差 乘以时间投入 在互联网时代 信息差又完全取决于 你的搜索技术的强弱 然后我们再说知识技能的搜索 互联网时代 只要你想学 获取知识是没有门槛的 都能搜到 那知识一般都储存在哪里呢 组织内部来说 主要是你们的专业知识 可能储存在同事的电脑里面 有各种项目的全套资料 策划案 复盘报告等等等等 也有可能在 起微叮叮飞书的聊天记录里面 项目群 群文件 群模板等等都是 还有的就在公司的线上知识库里面 有的是直接用的 协微信叮叮飞书 他们的知识网盘 有的是自己开发的Viki系统 还有的用的是 Confluence 这种第三方的知识库平台 都有 但是知识库有两个极端 第一个就是Viki文本 它又藏又啰嗦 信息太杂了 但是像PPT PDF 脑图等等这些文档 它又太简略了 细节信息严重压缩 如果是组织外部 储存知识的地方就更多了 各种网页 电子书 电子文档 学术论文 笔记软件的APP 知识平台的APP 还有各种视频网站 还有AI大脑 GPT 再有就是真的储存在外面的一些牛人的大脑里面 这些都是组织外部储存知识的地方 我刚毕业的时候就特别喜欢抱着电脑 去跟领导前辈们一起开会 有的时候纯粹就是为了去蹭会 因为只要在会上 他们说了一些我不知道的名词 或者我不懂的研究案例 我就会立刻搜索 搞懂它 那种成长速度是惊人的 然后呢 我就会看群里的一些PPT 或者PDF的文件 有不懂的地方 我先通过搜索扫盲 高频出现了一些知识点 我就会迅速的背下来 然后呢 再有不懂的地方 才去请教一些前辈领导 那名言人一看 我是做过功课的 做着准备再过来去问的 也乐意回答我的问题 那如果说我傻白的 直接去问领导什么是PDCA 这里有多蠢 在互联网上 你可以出达所有的知识载体 这些你都能搜到 区别就在于 有些知识是免费完全公开的 用谷歌就可以搜到 有些呢 是免费半公开 偏私欲的 比如说微信公众号的文章 只有微信和搜一搜能搜到 还有呢 就是一些收费的私欲的知识产品 比如说得到APP 那国内互联网生态 去哪里学知识 太多了 而且很杂 百度百科 论坛 知乎 CSDN 公众号 网易云课堂 腾讯课堂 小走快市 B站 微信读书 知识星球 得到APP 很多很多 那国外呢 就更多了 谷歌读书 谷歌学书 维基百科 Udemy EDX Cocera Wafran 科汉学院 YouTube Dolingo 等等 很多很多 但是相对来说呢 英语语料的知识质量 相对来说会高一点 国内早几年 还是有很多为爱发电的大神 分享了很多专业的有用的知识 但是后来 内容电商和自媒体信息之后 大家都浮躁了 知识零成本的抄袭 还有短视频 零碎的交付 导致整个网络上 传播的都是同质化的 低质量的 18手的 零碎的知识垃圾 真的已经没救了 B站和德道APP 算是最后的希望 15年前 国内互联网的知识 主要成立在 百度知道 百度贴吧 还有一些其他的论坛里面 10年前就开始过渡到 知乎微信公众号里面 5年前逐步转到 音音视频的网站 4个短视频 一个中长视频 还有一个音频APP 这里有三个明显的变化 第一个就是从电脑端 转向了移动端 我们搜索知识 会更加的快捷方便 第二个就是从文字转向视频 不仅可以交付知识 还能交付一些 很多操作的技能 以前我们学软件 是很麻烦的 很难 要看书学软件 现在就不需要了 那网上一堆的视频教程 第三个就是 通过音频这种方式 去交付知识 也是有一定市场的 这个主要解决的是 碎片化学习的场景 知道了这些趋势 你就知道了 现在国内高质量的知识 都在哪里 但是如果你把眼光 拓展到全世界 不用那么麻烦了 认准谷歌和YouTube就够了 谷歌作为全球第一大 搜索引擎 92%的市场占有率 绝对统治地位 无人能撼动 第二大搜索引擎 不是百度 是YouTube 而且还是视频形式的 这里面的中文内容 一点都不少 而且质量都很高 谷歌网页可以一键翻译成中文 YouTube字幕 也可以自动翻译成任何语言 中文英文日语都行 所以你英语不行没关系 搭配谷歌翻译 全世界的知识库 都能为你所用 那前面说了这么多 知识技能的搜索渠道 到底怎么选呢 两个角度 第一个是看你想要的知识 最有可能附着在哪种载体上 是在网页上面 还是在PDF文档里面 还是说在电子书里面 或者说是在视频教程里面 这个你自己心里有个数 比如说你要学教程 那这种肯定是在视频教程里面 第二个角度呢 就是看你搜索知识技能 是为了什么 你是为了简单的了解 know something 还是为了系统的学习 learn something 亦或者是为了创作一些内容 create something 这个是有区别的 如果是搜索网页 首当其通还是谷歌 最快最强 可以结合前面我们讲的搜索语法 site intext intitle等等 就可以快速定位你想要的知识 近些年中文的文本类的知识 主要沉淀在公众号和知乎的文章里面 那这个时候你可以用搜狗搜索 它是可以直接搜知乎的文章 和公众号的文章的 谷歌的site语法是可以搜知乎 但是它不能搜公众号的文章 相对来说 腾讯的内容现在还是比较封闭的 谷歌搜不到微信公众号的文章 你只能用搜狗搜索 或者在微信APP的搜一搜里面去搜索 你说不用百度吗 不用 广告多 内容还差 百度的员工自己都用谷歌 你说呢 还有一些专业向的知识社群 和聚合的导航网站 这里面也沉淀了很多大量的 有用的知识经验 比如程序员闭光的Github StackOverflow SSDN等等 再有呢 就是像产品经理导航网址 设计师导航网址 新媒体导航网址 等等垂类行业的导航网站 那这些网站怎么找呢 你可以直接谷歌 某某行业或者某某岗位 避逛的网站 或者某某导航网址 你就能得到想象的结果 总的来说 如果你的知识沉淀在网页上 用谷歌加搜狗搜索 加微信搜一搜 足够了 然后是PDF文档 这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知识载体 首当其中依旧是谷歌 应用file type语法加PDF 这个方法最快 这个方法可以非常快的 搜到很多主流的咨询公司 证券公司 非盈利机构 还有大厂 他们发布的研究报告 还有一个方法呢 是直接去一些垂类的报告的网站 那这个网站怎么找呢 可以运用前面我们讲过的 这个搜索语法 有一个语法叫印UIL 对吧 我们直接输入印UIL 英文冒号报告 我们就可以得到报告相关的网站 比如说报告网 报告星球等等 再进一步 有一个很厉害的小工具 叫SimilarSize 你输入一个网址 它可以给你找出很多 其他类似的网站 比如前面我们通过 印UIL的方法 找到了一个发现报告网 然后你把这个网址 输入到SimilarSize里面 就自动给你找到了 很多其他同类的网站 比如汇博投研 未来智库 还有行行查 报告厅 等等这些网站 都是专门发布研究报告的 所以结合印UIL 加SimilarSize这两个工具 你可以轻松的聚合 某个领域的所有头部网站 然后你可以再建个书签 文件夹 把这些网站都搜集到一块 如果你要找到知识 在PDF报告里面 就用这三个方法 FileType语法 加印UIL 加SimilarSize 基本上可以扫账一切 还有一类知识 也在PDF文档里面 就是学术论文 国内咱就不谈了 如果你要下载一篇中文论文 你可以直接去淘宝 买个账号 直接去下载就好了 那如果你要下载的是 国际核心期刊的英文论文 还得用谷歌学术和SciHub 谷歌学术 做科研的都得用 论文很全 前面学到了搜索语法 在谷歌学术里面 搜论文的时候 一样也可以用 另外 谷歌学术还可以和 Endnote这些论文的 编辑软件进行协同 非常好用 那SciHub 主打的就是一个免费 有将近一亿篇的论文 免费下载 每个月中国用户 要从这里下载 将近5000万篇论文 进行研究 缺点是不支持 关键词的搜索 像前面搜到的搜索语法 它就不能用 它只能搜索论文的 完整题目 最近一两年的论文更新 可能不是很及时 如果你想要学习 最一手的 最前沿的学术论文 谷歌学术和SciHub 这两个工具 你是必须得用的 如果你要的知识 在电子书上面 那你可以去搜电子书 中文你就用纠模搜书 这里基本上都能找到 所有金庸全集 明朝那些事都有 英文的话 我们就直接谷歌 Best Free E-Book Download Size 会出来很多相关的网站 直接进去就行 常见的就是 Z Library Many Books 还有PDF Books World 这些网站都可以下载 还有谷歌图书 Kindle 怎么下载这一区研究 另外还有就是 电子书的APP 国内用户用的最多的 就是微信读书 和得到APP 这两个平台的年费 加一块一年差不多是400块钱 你读十本书就赚回来了 肯定是划算的 这里多说一点 都2023年了 别再说什么 自己不习惯读电子书 习惯读指示书 骗谁呢 这么多年 你刷了多少公众号的文章 你早就习惯了 然后就是 你要搜索的知识技能 沉淀在视频这个载体里面 所有的视频平台都可以 零碎的 你就用短视频平台 比如说怎么样 炖个鸡汤 怎么样给猫咪驱虫 这个国内的短视频平台都可以 系统就用B站油管 网易云课堂 腾讯课堂 科罕学院 OpenCulture Coursera Udesti EDX 这些视频网站 如果你记不住 没关系 直接谷歌 Best Online Learning Websites 要多少有多少 免费的付费的都有 当然也有很多好心人 他把各种载体的知识 都打包在一块 上传到云盘里了 这个时候 你就需要百度网盘搜索引擎 比如学搜搜 盘搜搜 云盘狗 这类工具很多 你直接谷歌一下 百度网盘搜索引擎 多的是 以上就是基于知识 在什么载体 对应了哪些搜索渠道 如果你再考虑 你搜索知识技能 是为了什么 如果是只是为了 know something 简单了解一下 不深究 那就搜网页 搜个短视频就够了 如果是为了learn something 系统的学习知识 或者某项技能 或者说是为了create something 写研究报告 写专栏 写书 写论文 写程序 那这个时候 你就得考虑知识的质量 一定要高 你要尽可能的采用 源头的一手知识 像观众号的文章 肯定就不如 一手的电子书和学术论文 所以你要尽可能的 采用高认可度的知识 你学习视频教程 那你就学播放量高的 或者说卖的好的视频课程 你对自己所学的知识 得有一定的品位 你得知道哪里的知识好 你得挑 否则的话 你学到的知识 都是别人 咀嚼了恩变之后 再喂给你的知识垃圾 这些垃圾 短视频里面最多 除了别人电脑 和别人大脑里的知识 其他地方的知识 只要你想 花点时间搜索 付点费用购买 你都是可以拿到的 我们身边经常会遇到 一些伸手党 或者说职场新人 遇到一丁点的问题 就张嘴问别人 要资料 要答案 要工具 要知道在职场 没有经过搜索 就直接请教别人 是极其不礼貌的 能立马搜到答案的问题 就别问出来 被别人当傻子了 不懂就问 是小孩子 成年人不懂就搜 好了 搜索知识技能 暂且就讲到这儿 然后是搜索素材文件 主要包括视频 音频图片 还有一些文件素材 视频素材方面 影视剧其实是最简单的 你谷歌一下 总能找到 我主要从视频创作者的角度 分享一些视频素材的 搜索和下载 那这里主要介绍 几个免费无版权的 高清视频素材网站 像Paxos Paxbay Vedivo 还有MixKit 这些视频素材 都是免费无版权 可以直接用的 就以Paxos为例 我们搜索城市航拍 City Arrow 然后选择 横向视频 那这些素材 你都是可以直接用的 你随便点一个 像这一份素材 你可以直接点击 右上角的 Free Download的按钮 这里有个下拉按钮 你可以选择 自己需要的分辨率 1080p 2k 4k都可以 直接点击下载 就OK了 当然这类网站 你不知道也没关系 你可以直接打开谷歌 输入Best Size For Free Stock Video 就是免费无版权的视频素材的最好的网站 你可以直接点击搜索 那像这里给出的结果 MixKit Paxos VDiz PaxPay Vdivo Cover等等 这些都有 国外的朋友总是喜欢总结一些有价值的文章 不管什么主题 它都给你总结出来个 5个 8个 10个 12个 最有价值的 某某某网站等等 这种呢 很多的 你可以直接搜索 再就是YouTube上面的视频素材 也是有很多方法一键下载的 不然的话 你觉得国内很多做手机测评的这些博主 他们那些iPhone发布会的视频素材哪里来的 写邮件跟苹果公司申请的吗 肯定不是 都是直接下载的 我们直接搜索Apple 进入苹果的官方频道 像这里一些视频素材 你都是可以直接下载的 比如说这一条 我们打开 我们只需要在3W点后面输入9X 那这条视频就直接被提取了 你就可以一键下载 像这里1080p 720p你都可以下载 甚至你可以直接下载它的音频文件 都可以 我们点击 现在下载 那这条视频就可以直接下载了 像这样的方法有很多 其实对于这些视频素材 一般情况下1080p已经足够了 但如果说你就是要一些4K的素材 你也可以用其他下载器 比如说这个Save.Tube 你这里可以直接下载4K的视频素材 我们注意看这个下载器的左边 它能搞定哪些视频网站 像YouTube Facebook TikTok Instagram Twitter 都可以 基本上是全网通杀 一般情况下 如果我要下载一些4K高清的素材 我还有个方法就是专门搜索4K的频道 比如说你输入4K 如果你需要日本的素材 你直接输入4K Japan 然后筛选的时候 你选择Channel 选择频道 你看4K Japan 这个频道就有了 它拍的一些素材 基本上全是日本的城市街头 或者一些风光大片 全是日本的4K的素材 对吧 注意看 你看这里全是日本的街头 我们看一下它的分辨率 目前是1440P 那上面也有4K的素材 你都是可以直接下载的 那这个素材就很高清 同样的道理 你搜8K也是一样的 搜8K之后 然后选择Channel 那也有很多8K的视频素材 一般4K后面加城市 或者加国家 都会得到你想要的素材 但是这里有一点要注意 当我们要用到这些频道 生产的内容的时候 我们一定要注明出处 虽然说我们不是直接搬运 只是借用当中的一个片段 我们也要说清楚 这一段素材 比如说来自4K Japan 这个频道的素材 这也是对其他创作者的尊重 人家拍个视频也不容易 那音频素材方面 主要是BGM和音效 其实搜索思路也是一样的 主流的网站 基本上都能通过谷歌搞定 比如说我们输入关键词 Best site for free BGM 我们搜索 比如这个 10个非常棒的 用于视频剪辑的BGM网站 还是3个 12个等等 这些都很多 或者你直接搜索 Zority free BGM size 12个免费无版权的BGM网站 13个 9个 8个 这里很多 前面我们讲过的Pixby这个网站 它不仅仅有视频 有图片 它其实还有音乐和音效 比如说我们点击音乐 这里有很多背景音乐 你都是可以用的 你搜索一下Piano Silent 这里有一些钢琴的 安静的背景音乐 你都可以直接用 你觉得这里还好 你可以直接点下载 都是免费 无版权 可以直接用的 如果你点击声音特效 你可以搜一些你想要的特效 比如说POP 就是那种POP的声音 像这种 这个也可以 当你遇到一些音频素材 你没办法下载的时候 还有一个法子 就是录制系统音频 这种工具很多 你把这个音频素材播放一遍 然后完成的录下来就好了 其实音频素材的搜索和下载 一点都不难 难的是在千万条素材里面 找到一个你自己觉得非常合适的 这条视频到底配什么BGM 这个说实话 有点玄学的 很考究自己的品位 这块我自己做的也不是很好 然后是图片素材 静态图片的话 我们可以直接谷歌搜 结合前面我们讲过的 Image Size这个语法 比如说我们搜索 东京的城市航拍 然后Image Size 2560x1440 那出来的结果 全是东京航拍的高清图片 你可以点开一个看一下 2560x1440 那这个方法比百度强很多 如果你觉得这些还不够 还有一些专门的高清 免费无版权的图本网站 你可以去搜索 比如说Pexels 这里有很多高清的图片 你也可以用Pexplay 还有Unsplash 你输入关键词 这里的图片都是一键可以下载 免费无版权 都是可以直接下载的 如果觉得还不够 还有一些有版权的高清图片网站 当然虽然说有版权 但是也有办法可以直接下载 比如说Getting Images 这个虽然说是国外的网站 但是如果你要搜一些国内的素材 也是有很多的 比如说我们搜杭州 你看这里关于杭州的图片 质量都非常的高 我们点开这个 怎么下载呢 我们可以直接复制这个网址链接 然后打开一个下载器 叫做Get Images Downloader 这个下载器 你可以去谷歌一下 很多的 然后直接把这个网址复制过来 然后点击Get Images 好 那这张照片就出来了 2080×2080 你可以直接选择下载 OK 这个虽然是有版权的网站 但是你也有方法可以下载 前提是 你不是用它来做商业用途 比如说你只是分享一下 做一些自己的PPT的背景图片 只是内部的学习交流 是没问题的 市面上主流的版权图库 或者社交APP 都有相应的图片 或者视频的下载器 你直接去谷歌一下 去研究一下 都有的 前提是你不商用 一般都没什么事 图片素材里面 还有两个比较小众的类别 一个是GIF动图 还有一个是icon图标 GIF动图也有很多专门的网站 你怎么搜呢 你可以直接谷歌一下 Best GIF Sites 第一条就是Tenstiles for finding the perfect GIF 这个就是一些常用的 比较主流的GIF网站 比如说第一个Gip 我们直接可以进去 输入一些关键词 表示惊讶 What 我们来看一下 你看这些都是What 这种表示惊讶的一些GIF动图 你可以直接点击下载 如果是要找icon图标 你可以直接谷歌关键词 加icon 加file type png 比如说我们要找一个火箭的icon图标 我们可以直接搜索 rocketicon file type 英文冒号 png 你看这里限定的是图片格式 png 比如说这个图标 点击看一下 背景透明的icon图标 就是它了 国内有个网站叫iconfont.cn 是阿里做的 也是一个专门搜索图标的网站 比如说我们搜索rocket 小火箭 那这里呢 也是火箭的一些图标 我们可以点击下载 这里可以下载各种不同的颜色 都可以 灰色 白色 彩色 你还可以选择下载 SVG格式 还是AI格式 还是png图片的格式 都行 最后是下载各种文件 比如说PPT模板 PS AI CSD CAD 等等主要设计相关的工程文件 有些时候呢 直接拿高手的工程文件 去对标学习 你的成长速度会很快 比如你要找PPT模板 有两个地方值得推荐 第一个是Isla的插件 这个插件里面就有很多PPT模板 质量很高 你可以直接用 第二个呢 是在线设计网站Canva Canva不光可以在线设计海报 它还能在线设计PPT 所以在这里呢 也有很多PPT的模板 质量都很高 国际版的质量更高 所以你可以直接去下载 其他设计相关的 比如说PS AI CSD 那这些呢 都有自己垂列的相关网站 我们可以自己去谷歌一下 自己去下载 我也不是很擅长 那我就不展开讲了 我们搜索各种各样的素材文件 有的可能只是为了单纯的搬运 有的是为了进行不同素材资金的组合 还有的是为了进行借鉴二创 那也有的是为了进行全新的创作 但不管怎么样 都是为了学习和创作 再就是搜索工具软件 单纯的就是为了解决某个需求 完成特定的工作任务 Do something 那怎么才能知道 自己要实现的任务 有没有对应的工具软件呢 基本上 常规的需求都有 不管是什么样的操作系统 Mac或者Windows的电脑软件 Android或者iOS的App Age或者Chrome浏览器的插件 各种电脑软件的插件 这里面有无数的生产力工具 那到底怎么选呢 思考逻辑是这样的 优先考虑在线工具 然后再考虑下载软件 最后再考虑为这个软件安装相应的插件 所以就是在线 软件 插件 这么一个思考逻辑 比如设计一张海报 那对于我们这种没有学过设计的人 偶尔的简单的设计需求 直接交给搞定设计 或者Canva这种在线设计网站就行了 在线抠图 交给Remove.bg 抠得贼干净 文字转营 交给腾讯致影 或者Azure 画脑图或者概念图 交给Miro或者Canva 找台词就上找台词网 在线剪辑视频 有ClipChamp和Black's Clip 测网术 Fast.com 检测陌生链接的安全性 VirusTotal.com 现在SaaS服务和云计算 其实已经很成熟了 直接通过网页端 就能够实现我们大半的需求 像Mejourney和ChatGPT 这种非常吃蒜利的服务 都是通过网页端实现的 不管多么稀奇骨盖的需求 都能够找到相应的神奇工具 比如你要生成一张 不存在的真实人像 有个网站叫做 ThisPersonDoesNotExist.com 它生成的头像就是人像 但是由AI合成的 是不存在的 我曾经想将几个字母 组合成一个单词 但是呢 我也想不了那么多的单词 怎么办呢 有一个网站 就是专门造词的网站 你把字母输进去就行了 它会帮你自由组合成 可能的单词 如果你想给未来的自己写封信 有个网站叫做FutureMedia.org 你可以给10年后的自己写封信 像这些神奇的工具网站 很多很多 你只要把自己的需求 加上online作为关键词 然后在谷歌里面搜一搜 基本上都能有答案 对于电脑端和手机端的软件 哪些是常用的生产力工具 我们自己心里都有数 但是呢 也要经常去谷歌 或者YouTube上面搜一搜 比如你可以搜 2023 Best Apps 或者Top 10 Best Mac Apps Productivity之类的结果 你会有很多不同的收获 还有一个很妙的招数 是利用alternative2.net这个网站 去寻找一些 你平时可能不太知道的 一些新奇的软件 这个网站是专门帮你找 某个软件的替代软件 比如说你平时剪视频 用的是PR 我们可以直接在这里输入PR 然后我们点击这个软件 那这里呢 就会列出很多 这个PR软件的替代软件 比如说达芬奇 然后Kiden Live等等 那这里呢 也会注明这个软件 是否免费还是收费 是否开源 包括这款软件的一些特性特点 还有一些用户对这个软件的评价 这里都会列清楚 这是一个让你发现 新奇软件的很好的地方 然后是插件 浏览器有很多可以提效的插件 不同的软件也有它相应的插件 比如说我们点击Chrome浏览器 这个应用商店 这里有很多适合 Chrome浏览器的应用插件 我们点击效率 这里就会出现很多 生产力提效的工具 如果你不知道 去搜哪些提效的插件 两个方法 第一个呢 是可以搜一搜 你平时在用的一些软件 比如说 你平时在用的是 滴答清单 那针对滴答清单 它也会有相应的插件 比如说你平时用的是 Flomo 那么Flomo笔记 这个APP呢 也会有相应的插件 或者你平时用Gramly 你也可以搜一下 那针对Gramly 也有相应的精选的插件 这是一种方法 那还有一种方法呢 就是直接去谷歌搜索 The Best Chrome Extensions 我们用Best Chrome Extension Productivity 作为关键词 我们来搜索 这里也会有很多网上的网友 总结好的 关于Chrome浏览器 有哪些非常好用的 提高生产力效率的一些插件 这里就会列出很多 你可以看着去搜 搜完之后呢 自己去点开 研究一下 哪些适合自己 Edge浏览器和Chrome浏览器 是一样的操作逻辑 你把它换成Edge 那这里就会出现一些 最适合微软Edge浏览器的插件 浏览器的插件 英文翻译是Extension 实际上是扩展程序 而软件的插件 一般翻译是Plugin 我们一般常用的 生产力的软件 都会有第三方开发的 提效插件 那我们就可以直接去谷歌 或者YouTube上 去搜索一些相应的关键词 比如说我们搜索 Best PowerPoint Plugin 那这里呢 就会出现很多网友分享的 适合PPT的提效插件 如果我们把PPT 替换成Premiere Pro 就是我们的P2 Best Premiere Plugin 那如果你是剪辑视频的 你就会发现 也有很多适合你做 剪辑视频提效的一些插件 比如PPT 就有一款国产的插件 非常好用 叫Islide 确实能极大的提高 你制作PPT的效率 而P2这款剪辑软件 有一款美颜的插件 也很好用 叫做BeautyBox 一般你用什么软件 对应的 就会有相应的插件 你可以去搜一搜 那关于搜索工具软件 暂且就介绍到这儿 整体思路就是 先在线 再软件 最后是插件 基本上你想通过电脑实现的需求 都能够找到相应的工具软件 花点时间搜一下 你会有惊喜的 前面花了相当长的时间 主要讲的就是 我们为了 know something learn something create something do something 需要用不同的方法 和不同的渠道 去搜索信息资讯 搜索知识技能 搜索素材文件 搜索工具软件 内事不决 微信搜一搜 外事不决 谷歌问一文 跟着前面的内容实操一遍 我相信你对互联网搜索技术 会有一个非常全面的认知和掌握 但是啊 但是 2023年了 前面讲的所有的搜索技术 只能算得上是传统的搜索技术 掌握它们还不够 为什么呢 因为现在很多平台出现了 它直接把搜索加学习 搜索加创作给整合到一起了 你只需要做最重要的两件事 学习和创作 搜索的事 平台帮你做了 直接帮你整合掉了 另一方面呢 就是我们的四个搜索目的 它有了新的实现路径 就是AI 可以直接帮你做掉了 比如说ChairGD出现了 Midjourney出现了 Runway出现了 AIGC越来越成熟 所以当我们的搜索目的 有了新的实现路径 那我们的搜索逻辑和搜索方法 也得跟着变 我们先说平台 搜索加学习 这里的案例就是得到APP 知识就在得到 这句话不是白说的 得到的知识搜索体验做得很好 比如我们搜索卡次模型 课程 听书解读 电子书 学员笔记 都会匹配结果 然后你可以直接进去看相应的解释 如果你懒得通过这种搜索 一个个去查看 你也可以用得到的AI学习助手 直接跟他对话 让他介绍一下卡次模型 这些搜索知识的过程 都是很顺畅的 得到为什么能做到这么好的体验呢 主要是内容的质量足够高 APP里面有一个知识城邦 你还可以follow一些大神 或者专业能手 学习别人分享的知识 还有个视频专栏 就是专门发知识短视频的 你也可以在这里找到一些技能类的视频 然后在学习的过程中 你得记笔记吧 笔记功能也很好使 滑线 记笔记 给笔记打标签都可以 而且笔记还能同步到 印象笔记和flomo 方便你复习备份 如果你要写论文或者写书 需要引用某些电子书的片段 可以直接选中文字 点击引用 就直接生成了引文格式 方便你快速创作 知识就在得到搜索家学习 齐活了 搜索家创作的案例是Canva 你可能没有听说过这家公司 它是一个估值一度达到400亿美金的独角兽 是一个人人都可以用的在线设计平台 你可以轻松的在上面实现 设计海报 设计logo 设计封面 设计壁纸 设设计信息图等等都可以 Canva还是一个非常厉害的办公力气 你可以在上面在线做PPT 在线做视频 还可以协同办公 创作一些白板概念图 流程图等等 那我们就来演示一下 用Canva去做视频 有什么厉害之处 好 那我们打开Canva 注意啊 是Canva.com 不是Canva的中文官网 中文官网阉割的比较厉害 打开之后呢 Canva会问你今天想设计什么 这里有文档 有白板 有演示文稿 就是我们说的PPT 还有社交媒体的一些图片 封面贴片等等 还有视频 Canva是可以做视频的 还有一些印刷产品 网站 还有一些更多的设计需求 那我们今天就以视频来做个演示 我们点击视频 这里呢 有横板 有竖板 还有Facebook的这个方形 还有其他的这个平台的一些视频需求 我们直接选一个横板的 好 那这个界面呢 就是左边是素材库 中间是你的画布 下面呢 是时间轴 上面还有一些对素材的一些操纵 这个是界面 非常简单 注意看左边的菜单栏 有一个素材 在这里呢 你可以找到各种各样 你想要的素材 这里的素材有图片 有视频 有音频 有插画 有图表 都有 那我们做视频嘛 我们先搜一下视频的素材片段 比如说我要找一个杭州的茶园的无人机拍摄的一个素材 我们直接输入杭州 Drum Tea Garden 点击搜索 下面呢 你可以选择插画图片 视频形状 那我们点击视频 那这里就会出现很多高清的视频素材 你可以把鼠标放在上面预览一下 你看看哪个是你喜欢的 拖一个进来 那我就把第二个拖进来 直接拖到画布 你就可以预览 你看这个就是整个素材的预览画面 素材质量还是非常高的 也是无人机的视角 拍的确实是杭州的茶园 点击视频 这个画布的左上角 你可以对这个视频进行相应的编辑 这里有个编辑视频 你可以给这个视频素材套一些滤镜 然后这里有一个剪刀一样的形状 这个呢 是可以对这个视频素材的长短进行裁剪 它全长的是21秒 比如说你不需要那么多 你就裁的短一点 8秒10秒都可以 然后点击播放 这里呢是可以调整这个视频素材的播放速度 比如说我们把这个播放速度调整到1.5 那它播放速度就会快一点 还有是裁剪 你可以裁剪为不同的形状 比如说 方形的 横板的 竖板的 都可以 比例呢 它有一个预设 你也可以点击自由裁剪 自由裁剪的话 你就可以裁成自己想要的大小 那这个就是裁完之后的 那我就不裁了 直接command加z 撤销一下 另外呢 还有翻转 还有这个边框的出戏 可以添加一些边框等等 还有动效 你可以给这个视频素材添加一些动画的效果 还有是不透明度 你可以调整视频素材的不透明度 我们再点击左边的文字 我们给这个视频素材添加一个标题 这里有些预设的字体 那这个呢 更多的是英文的 我们就点击默认样式 添加标题 然后输入杭州龙井 然后点击这个文字标题 可以修改一下它的字体 选一个你喜欢的 然后调整一下大小 觉得小的话 还可以继续加大 然后修改一下字体的颜色 好 往上拖一点 然后到居中的位置 然后点击右键 显示时间 我们希望这个文字标题 不需要显示那么长的时间 大概六秒钟就够了 直接拖到六秒左右 然后呢 把它整个往右再拖一点 不用一开始就出现 这个时候你还可以给这个文字标题 添加一个动画效果 我们点击右上角的动效 这里有一个淡入淡出 这是动效 你可以选择出场入场 都展示这个淡入淡出的效果 下面呢是速度 我们把这个速度调慢一点 我们可以简单预览一下 效果不错 我们就这样 好 接下来呢 我们可以给这个视频添加一个BGM 我们点击左侧的应用 这里呢 有很多图表 图片 音频 背景 视频等等 这些可以拿来直接用的素材 我们点击音频 这里呢 你可以搜索自己想要的音乐风格 我随便选一个 比如说第一个吧 我们直接点击这个音频文件 那这个时候画布下面 就会增加一个音频轨道 你可以调节这个音频的 这个时间节点 你可以把这个音频往左挪一点 调整一下它的进入点 让它跟我们的内容相互呼应一下 这样就挺好 那接下来如果你还想给它添加个音效 比如说添加一个鸟叫的音效 你可以搜一下 你可以预览听一下 你觉得喜欢就可以把它拖进来 可能这个好一点 你可以直接点击 那这个时候你可以加一个音效进来 再预览一下 挺好 那这个时候呢 你的视频基本上做的就差不多了啊 我就简单演示一下 你可以点击右上角的分享 然后点击下载 下载为MP4格式 你可以调整一下它的分辨率 4K1080P都可以直接点击下载就好了 那这个时候Canva会在后台帮你把这个视频进行渲染合成 合成完了之后呢 就会自动下载到本地 那Canva为什么这么好用呢 就是因为它把很多的素材都整合到一块了 有各种图片音频视频的素材 还有很多外接的第三方的应用插件 我们点击应用啊 你注意看 这里有图表 有图片 有背景 有音频 有视频 还有翻译 还有logo 还有一些热门的第三方应用 比如说二维码呀 然后这个 还有这个Daleed它们的纹身图功能等等 这些都有 甚至于如果你用的是谷歌云盘的话 你可以直接导入你谷歌云盘的素材 直接进行创作 那像Pexels Pexplay 这个两个大的高清免费无版权的图库的素材 它可以直接用的 而且Canva把这两个网站给收购了 这里应用很多 这个插件数量都很多 都是围绕设计相关的一些插件 你可以直接用 这个就是把素材和外界的第三方应用全都整合到一块 这个平台的力量还是很厉害的 那如果说你用Canva去做PPT 我们可以简单来演示一下 我们点击一个演示文稿 这个就是一个16比9的PPT 左边有很多的这个模板你可以直接用的 你可以搜索一些你想要的模板 甚至你选一些不同的颜色都可以 这些模板的质量还是比较高的 你可以点击这个模板 然后看一下这个模板的各个详情页怎么样 那在创作的过程中 你可能会用到一些图片素材 那我们可以直接点击图片 这里搜索一些你想要的素材 比如说我们搜 AsianLady 亚尔多的女性 那这个就是一些图片 你可以直接点击 那这些高清的图片都是可以直接用的 如果你需要编辑一些图片 比如说抠图啊 可以直接点击编辑图片 这里有一些抠图智能抓取 抠图呢就是把这个图片的主角的人物 直接抠出来 那这个就抠出来了 这个抓取呢是智能抓取 你点击智能抓取 你会发现背景还在 但是这个人呢 直接被抠出来 单独抓出来了 这个是智能抓取 这个功能也很好用 还有一些其他的图片编辑功能 这里都有很多 你可以直接用 演示的过程中 你可能会用到一些视频的素材 你都不需要直接去下载 你可以直接点击应用 这里有第三方的视频素材 你甚至可以调用YouTube的素材 你直接点击YouTube 然后你说我要给大家演示一下怎么样 像ChatGPT的使用教程 对吧 你在PVD演示的过程中 你不需要专门的再去把视频下下来 你直接把这个教程的原链接找到 比如这个 你直接点击一下 那这个视频呢就直接放到这一页 然后你后面在演示的过程中 你可以直接把这个页面点一下 它会自动播放 这个就是调用第三方平台的一些视频 这个可以直接调用 然后最近我发现它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新功能 叫魔力转换 这里有个翻译 比如说你是用中文做的PVD对吧 你可以一键把它转换成任何一种语言 你可以选择英语 越南语 其他的什么塔吉克语都行 它会自动帮你翻译 这个就很厉害 那这个就是Canva 一个非常厉害的在线设计平台 它把很多你需要搜索的素材文件 全都整合到一起 你不需要再花时间去搜索 你直接在上面进行创作就好了 你可以设计文档设计白板 演示文稿 社交媒体的图片贴片 还有这个视频 印刷产品 网站 还有更多的其他需求 比如说这个书籍的封面呢 还有信息图表 这个也很有用 你可以设计很多不一样的信息图表 比如说你在宣传的过程中有一些需求 你希望把里面展示一些详细的信息 你看 这些信息图表的模板 你都会直接用 只要改一下文字就好了 这个是非常快的 对于我们这种没有学过设计 不会PS 但是我们也会面临一些设计的需求 那这个时候你不需要去求人 也不需要去给其他的这个第三方下单 你直接打开camera 就可以很快的完成你的设计 所以传统的搜索技术要掌握 整合的平台也要用 AIGC的神器更要用 不管是know something learn something create something do something 现在AI都能做 比如说ChatGPT 它就know everything 然后ChatGPT也是你最好的学习导师 它还能帮你写文章 帮你写代码 甚至还能帮你翻译画图 有了插件模式之后 ChatGPT能帮你做的就更多了 所以GPT时代你的搜索逻辑和方法也要发生相应的改变 ChatGPT有几个明显的特点 第一个就是直接给答案 你不需要再基于关键词先搜索出网页结果 然后再一个个的去查看 你只需要向GPT提问 它就会直接给你答案 你可以直接问GPT 为什么巴勒斯坦和以色列之间总是发生武装冲突 它会直接给你答案 它说这个问题涉及到宗教民族领土和政治权利等等多个层面 但是它会给你一个简要的概述 会从不同的方面给你做一个简要的概述 你如果去搜索引擎上搜 会很费时间 而且一次两次也搜不明白 这个就是GPT的第一个优势 直接给答案 ChatGPT的第二个特点是 你可以对它的答案进行追问 比如说你看到第四条 1948年以色列建国 以色列在1948年宣布独立 引发了第一次中中战争 然后五个阿拉伯国家入侵新成立的以色列 战争结束之后 新的边界被确定 但并没有解决核心问题 那你可以围绕这一条答案 你可以进行追问 你就继续追问 以色列在独立之后 到底是哪五个阿拉伯国家入侵了以色列 为什么要打这场仗 没有解决的核心问题到底是什么 他前面说了还有核心问题没有解决吗 你可以继续问 那没有解决的核心问题到底是什么 他会告诉你 是以下五个阿拉伯国家入侵了以色列 然后为什么要打这场仗 以及没有解决的核心问题 主要包括边界定义 巴勒斯坦难民问题 耶路撒冷的地位 还有巴勒斯坦的主权和地位 这个是没有解决的问题 那这个就是CHATGP的第二个特点 你可以对他的答案进行追问 CHATGP的第三个特点就是 可以方便的进行对比 你可以让他对比一下 波斯猫和蓝猫的习性和优缺点 你也可以让他对比一下 漩涡名人和黑棋医护 这两位主角的成长历程和核心价值观 有什么一同 他都可以跟你对比 只要你想 任何两个八杆子打不着的东西 你都可以拿过来 让CHATGP给你对比一下 CHATGP的第四个特点是推理 它本质上其实不是一个搜索引擎 而是一个推理引擎 你可以问他 如果发生新一次的巴伊冲突 以色列彻底征服并统一了巴勒斯坦 那这个对中东的政治地缘格局会有什么影响 他会基于不同的角度跟你去分析推理一下 你可以继续问 如果日本把福岛核内的所有核费水 都排放到大海里 那这个会对海洋生态 捕鱼业 旅游业产生哪些负面影响 他也会进行推理 比如说海洋生态的影响 尤其是对海洋生物链底部的微型生物 这些生物是食物链的基础 如果他们受到影响 会对整个食物链造成连锁反应 对捕鱼业的影响 他说一些国家可能会禁止进口来自受影响区域的鱼产品 进一步打击日本的捕鱼业 比如我们啊 咱们就不进口了 对吧 还有对旅游业的影响 海滩潜水 还有其他与海洋相关的旅游活动 可能会受到打击 导致旅游业的收入减小 然后日本的国际形象可能会受损 导致整体的旅游业受到影响 这个是他的推理过程 ChatGP的第五个特点是 他能够回答多个问题组合在一起的定制问题 比如说你问他 YouTube上面一共有多少个视频 总时长大概多少 每天一共有多少分钟的视频上传到YouTube YouTube是靠什么盈利的 YouTube上面的创作者又是怎么盈利的 这是一个很多问题组合在一起的大问题 然后他就开始回答 视频数量 总时长 每天上传的视频 YouTube的盈利方式 还有YouTube创作者的盈利方式 他都会回答你 这个就是回答定制问题 如果你去搜索引擎去搜这些答案 你肯定要搜很多次 在这里 你只要所有的问题放在一块 问一次就够了 那这些优势特点 也让ChatGPT 从传统的搜索巨头 谷歌那里抢占了一定的市场份额 对于满足用户 know something和learn something的需求 它是非常有竞争力的 所以这么厉害的AI工具 我们也要积极的利用 现在ChatGPT的AIGC能力 已经不仅限于文字和代码了 它和达利税整合之后 它的文身图能力也很强 我就直接让他生成一张图片 给我做封面 达利税模式下 我告诉他 生成一张图片 樊高再教一个AI机器人画画 机器人也手拿画笔也在画 横板 然后他就立马生成了四张图片 我觉得第一张图片最有感觉 樊高是机器人形象 机器人却有横高的思想 他在画画 这个图片我很满意 然后我就用这张图片做了封面 这个就是AIGC的强大 你只需要告诉ChatGPT你想要什么 你不需要去搜索 你甚至也不需要去创作 ChatGPT直接帮你实现了 ChatGPT还有一千个插件 可以帮你做很多事情 具体的我就不赘述了 可以参考我之前发的一期 介绍ChatGPT插件的视频 现在ChatGPT可以分析数据 可以开口说话 能帮你做到的事情就更多了 所以在AI时代 不管是know something learn something create something AI都能做 而且会越来越擅长 讲了这么多搜索 技术层面的东西 最后我们再聊点搜索意识 我们为什么要搜索 这些目的不是根本原因 根本原因是 你想做的事情 99.9999%别人都做过 而且做的比你好得多 你要做的就是搜到它 学习它 利用它 避开它 超过它 这是互联网这个信息时代 赋予我们的能力 极大程度的打破信息差的能力 2023年以前 我会说 如果你掌握了搜索技术 拥有了搜索意识 你就已经很强了 你已经超过了99%的人 但是2023年以后 我会说还不够 因为你想做的很多事情 AI也能做了 所以你要掌握AI技术 你要掌握ChatGPT的使用技巧 你要掌握AIGC 但是基于搜索技术和搜索目的 再去理解和学习AI的应用 你会更有方向 搜索技术加AI 得超级搜索技术 普通人想变强 超级搜索技术 是唯一的几乎零成本的外挂 先掌握它 再去战斗 这个视频 一万四千字 是基于系统框架的视频 为的是帮你建立搜索意识 然后对搜索技术有一个全面的掌握 更多细节的深度的分享 我会再出其他的视频 欢迎点赞 关注 转发 谢谢 再见